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呢 还有就是杨献子 那么他在女子78公斤级呢 那么柔道取得了铜牌 同时呢 自由车队的黄婷 因他还印象深刻吗 他在试运的时候那时候大放异彩 那么他呢 也取得了女子个人全能的 对不起 三公里个人追逐赛的铜牌 这一次他在这个自由车当中呢 取得了一面银牌 一面铜牌 非常的恭喜他 那昨天呢 这个两场这个比这个球赛 应该讲昨天球赛很多啦 女子篮球 男子篮球 还有这个男子排球 以及大家最喜欢的棒球 刚好男子篮球跟这个棒球呢 是都对上了中国大陆队 而且时间差不多 就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开打这样子 我跟你讲 其实一开打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只准看棒球 不准看篮球 我是那种 我是那种爱国球迷 只准赢不准输的那一种 但是呢 篮球当然不幸败北啦 那女篮跟男排也不幸的败北 但都还有机会争取铜牌 那棒球的部分 真的打得好辛苦 好不容易一比零 而且那个八局上半的时候呢 还出现了很大的危机 让我真的是 我那时候真的就很不想看下去 我很害怕这样子 我那种很没胆的那种球迷 好不容易一比零赢了 那教练其实一直换头手 一直换头手 换到稳定的 那确实是用兵上面其实很辛苦 可是也让我感受到就是 当然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有棒球的传统 那中国大陆其实是没有的 中国大陆可能在篮球啦 足球啦 他们很强 但是呢 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发展棒球 不过过去这一段期间 我们应该已经感受到 中国大陆它在发展棒球上面 已经非常用力了 我们赢了韩国很好 可是呢 中国大陆的机器直追 是我们必须要小心注意的 好所以 但无论如何还是非常恭喜 棒球队这一次的这些小将们 业余球队为主的 这一个中华队可以打出这样的成绩 非常的感动 今天呢 要对上日本队 如果赢了 应该会吧 大家集气一下 对 如果赢了 我们就可以这个争取金牌 就还要再对上南海 好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可是呢 这边很快的提一个就是呢 这一次亚运 我们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好 那当然我也不断的不断的 那当然有一些是属于个人的努力 但我也不断不断的肯定 我们的这一个体育署 他在 尤其是左营训练中心 他尤其在运动科学 心理科学 等等各方面给选手的一些协助 这是事实 我们也我觉得幕后英雄 该肯定的肯定 可是昨天戴茨颖 他在他的 他拿到了金牌之后 他才开始写这个内容 他提到就是说 这一次去亚运 我们知道这一次亚运 其实办得真的 这个印尼真的办得不好 很多的场地啦 很多的问题 其实是 是摆出的 比如说棒球场 那个灯光的那个问题 昨天就 其实一直引起抱怨 所以印尼主办单位 确实没有把亚运办好 可是呢 他亚运办不好 这件事情是事先知道的 所以他的这个球员 他的这个运动员的宿舍 其实条件是很不好的 那么我们的运动员 早在今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提醒说 可不可以不要去住 运动员的选手村 然后在外面就租饭店 可以给选手比较近的地方 那检测时间 然后调进各方面也比较好 可以让大家 有比较好的休息之后呢 表现一定会比较好 如果就总体数字来讲的话 在我们的运动投资上面 他绝对是小钱 结果我们的体育署 其实这样做起来 就必须要加强 就是很多的很多的投资 能不能够以选手 就人家拼命嘛 那我们做后勤的 能够给予最多的协助 而不是急着跑去拍照 说我们很棒这样子 可不可以 好 来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 美洲学书早起读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本书呢 非常好看 然后呢 对你我应该帮助都非常的大 我其实就已经开始在思考 我要根据他的建议 做一些自己 包括生活 然后包括记录文字的一些调整 也欢迎大家呢 进入news98官方粉丝团 一起来看我们的直播 美洲学书早起读书 为大家介绍的是 时报出版社所出版的 改写你的人生剧本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呢 一起来对谈的 既是作家 我很喜欢的作家 那也是东华大学 华文文学系的教授机系主任 虚文卫 虚老师 虚老师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也有观众 对对对 直播了 直播了 改写你的人生剧本 这本书的作者 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位写作教授 但是他一心一想要写小说 但他一直没有开始 直到他遇到了 很多人很难想象的人生重大悲剧 对 我们先来介绍这一位作者 然后呢 他利用写小说的方式 然后让自己真正的走出伤痛 所以他希望让大家了解写作疗愈 或者是阅读疗愈 艺术疗愈这件事情对大家的帮助有多大 Jeshka 她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 对 她其实是一个社会学家 那年轻的时候也写诗 然后也写小说 那但是他后来 我觉得跟我们的很多学者作家的历程很像 就是为了写论文 所以最后大家就先把写作割下来 那那但是呢 他有一段婚姻结束之后 后来认识了他的先生 那两个人非常感情非常的好 那他的先生结衣是一个很热情的 然后也参与很多社会公益 还带孩子踢足球 自然保育 对自然保育 对就看起来就是一个阳光的男孩 那结果没有想到结婚 才没多久 三个月 然后那他和先生就有一天大草 一嫁以后 先生就开车就出门了 出门以后三天没有回家 然后他正在上课的时候 警察就来找他了 那时候他怀孕三个月 怀孕三个月 很残酷 然后就跟他说你先生自杀 然后死在车上 那这件事情对他来讲 他还带着一个小孩 他还带着一个小女孩 就前一段婚姻的小女孩 然后那还非常 肚子里头还有一个 一个怀孕的 对 怀着生育 我想任何人 大概就会崩溃了吧 那对他来讲 这是非常难以度过的一段时光 可能所有人 大概都会来劝他说 你不要想啊 你把这个放下 但后来我们透过很多的 资商学里头发现 要你不要想的人 可能是害你的人 对 因为你一直提醒自己 我不要想这件事情 我不要想这件事情 不要想这件事情 其实结果这件事情 就是萦绕不去 对 那这个当然也有心理学上的实验嘛 就是一个叫很有名的实验 叫大白熊的实验 就是叫大学生 大学生可能满脑子想的都是party啊 然后唱KTV啊 或者是去交女朋友 那但是呢 他就到了一个实验室里头说 给他看一个大白熊的照片 然后就叫这个同学说 你现在开始再也不要想 接下去两个月再也不要想 大白熊这个term 那其实大白熊本来 从来不会出现在一般人的心里 那越叫他不想呢 越想的越厉害 对 很好玩 你不可以想 在抑制这件事情 抑制想这件事情 结果发生的是 我们自己脑中的对抗 然后我们就不断想 不断想 不断想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 就是说越抑制 越逆袭 那这个当然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其实传统的家庭 或者是我们台湾的这种 安慰人的方式 也常是这样子 所以以后记得就是看到朋友伤心的时候 就跟他说哭吧 然后把面指导给他 对 对 有时候其实说出来反而没事 这本书大概就有点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他透过写犯罪的小说 他是他第一本小说写出来 就是叫Mayday 他以月份 后来他真的写完12个月 每个月一个犯罪事件 那Mayday大概就是写一个 先生自杀以后 然后这个警匪增防的过程里头 怎么揭露了他的死因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 他没有直接去向一些人写传记 或是写计时的故事 而他是把他抽离出来 在这一个非常悲惨的刑事案件之后 那你可能还是很想知道真相 可是你解决知道真相 这样子一个冲动的方法 他的建议是写小说 写虚构的 对写虚构的 你看这里面 其实我们就提到了两种 那么处理重大刺激的方法 一种就是 你不要再想了啦 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啦 然后你要放下啦 这是一种方法 我们其实在心理智商里头 已经证明这种方法是无效的 那第二种方法就说 好 那你就面对他 而且是直接面对他 对 你就去记录 你就去不断的回想 就去回想说 你跟你先生的这个每一天 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 然后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吵架 然后你们在最后这个 他离家出走的那一天早上 到底你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是什么 这两种方法其实都无效 而且第二种直接面对的方式 其实很残忍 对 所以呢 这里面Jessica她当然是 因为她自己是一个写作的教授 她选择的第三种方式 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 她写了小说 完全虚构 这不是她跟她先生的故事 但是呢 她借由这样的虚构小说当中 她建立了很多很多 很特殊的心理数字 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来谈到 而因此真正的疗愈了自己 她适合大概三年多的时间 她才能面对这件事情 是 是很长的时间 非常长的时间 她写作写了三年 然后出版了很多畅销小说之后 才开始面对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们就要来谈 她这里面所提到的艺术疗愈 不一定只有写作而已 还有好多好多方法 是真正可以面对伤痛的方法 对 因为其实在60年代 心理学开始发现 就是因为各位记得传统 最早的心理分析是叫你联想 因为知道说你可能很多潜意识 或你很压抑的东西 只有在梦境里头会出现 Floid 对 Floid 那所以后来大妈就发现说 其实让人如果能够表述 所以就表达性的艺术治疗 我们通常简称叫EAT 这样子一个治疗方式 其实是对于当事人会很有帮助的 那特别有一些孩子 有些孩子其实他说不出来 或说不清楚 那所以这时候可能让他画沙画 或是让他听音乐 或是让他用演戏的方式 戏剧治疗 那写作治疗 那甚至还有塔罗牌 就是用让你弯牌的方式做联想 然后来做说明 那也有的很有趣叫沙画 所以就是用沙画师的方式来让你画画 那所以这很像Virginia Wolf 他说的 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真实的说自己的话 其实你也没办法去说别人的真相 也就是其实是一个自我澄清的过程 所以大概在60年代的时候 那个佩内贝克这一个心理学家 他大概就发展出一套心理治疗的表述方法 他认为说我们如果把受测者分成两组 那一组是每天开始回想一些让自己伤痛的事情 伤痛你就写下来伤痛你就写下来 然后另外一组都不写 然后哪一组的效果比较好 会发现写的还是比不写的好 那这个大线 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对 因为写自己伤痛比不写自己伤痛来的好 但是直接写真的会比较好吗 对 但是因为他就发现说如果是这样子一直写下去的话 好像有些人其实也一直纠结在里面 跳不出来 所以更新的研究就分成三组 那一组就是说 你就虚构 就是你想到一个伤痛的时候 你转化一下 把它写成可能像哈利波特那样的小说 那一组呢 就是说你每天当你感觉伤痛的时候 你就写成心灵鸡汤 就是说 我不记录那个事情 就是说 我现在很痛 但我相信明天会更好 另外一组就是你很真实的跟他搏斗 就写这种我们讲计时的方式 结果呢 就是疗愈效果比较好的 一续就是写小说的跟写心灵鸡汤的 最差的其实还是写心灵即时的 所以写不比面对比不面对好 但是面对的方法 如果可以转换成为 我去虚构一个故事 我去虚构一个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说 那个虚构故事 其实它也必须对你自己的人生有意义 我去虚构那么一个故事的方法之后呢 其实你再回头 那个伤痛才能真正面对 所以刚刚其实在进来之前 我跟这个这个徐老师特别提到说 所以很多人在提到文革的那一些作家 为什么在他们离开文革之后 一开始不肯写文革的事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哎呀你们都不肯面对啊 什么等等的 其实我觉得我看完这本书 我之后我比较了解 他们真的应该先写小说 是 写一个虚构的小说 他们才可能真正面对那些伤痛 而且那样的方法比较好 直接面对伤痛 其实是 太难了 那我们就要接下来其实就要来谈到说 他这里面 其实写作对一般人中就困难嘛 是 可是阅读 如果对的阅读 光阅读本身都可以有很大的疗愈 是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艺术治疗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阅读治疗 那我们相信其实在这个 透过阅读其实对于非常多的人来讲 他可以到他没有去过的世界 然后改变他的心理结构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像之前花莲的大地震 其实灾区里头也有很多小朋友 他的周边有人可能死亡 亲人受伤 那对他来讲可能是很难以承受的痛 那所以当时我们其实在花莲 也就结合阅读的基金会来这边做阅读的治疗 也就是说透过绘本的带动 可能孩子还没有思考过死亡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透过阅读的方式来使得他 更认清楚世界而发现别人也一样的时候 我或许就不会感到那么的痛苦 这就叫做阅读治疗 那但是这本书里头谈的阅读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我们台湾其实很多写作的人不阅读 这很特别 就好像我们学钢琴的人不听古典音乐一样 对对 这很有趣 那所以就变成说 你怎么像一个作家一样的读 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说 阅读的派 阅读的派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文笔好不好都可以写作 因为Jessica提供了方法 阅读能力好不好都可以阅读 他也提供了方法 我觉得不管阅读跟写作 如果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一种抒发 然后不必积压成为忧郁症 你看多好的一件事情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 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时报出版社所出版的 改写你的人生剧本 在我们现场的是 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的教授 系主任徐文卫徐老师 当然也欢迎news98的官方粉丝团的朋友 一起来脸书上面看我们的直播 好 可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要来谈 我们还是先从阅读开始谈好了 他的阅读的方法 跟我们一般泛泛的读 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他强调要像作家一样的读 徐老师作家怎么读 这很好玩 就是我刚好跟一群作家一起 去旅行刚回来 他们讲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们会撕书 就是他们不见得 我们都很爱稀疏 然后一本书就把它捧着 他说就是要读啊 所以一本书 他说捧爱手也太重了 就把它撕成五分 然后这个很有趣 那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像一个侦探一样 他那边讲的派的方法 就像侦探一样的阅读 他派是PIE 其实是三个步骤 就是先prepare 然后再来再沉浸 immerse 然后再exam 就检查 所以就是说 你先让自己 有一个机会准备下来 那你读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 一般的读者阅读的时候 就读个大体的故事 可是你像一个作家一样 读的时候 你要比较细致的去了解 为什么他这样修辞 这个动作 或这个角色的 说话的方式是什么 那再来就是沉浸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一般读小说 其实大家所有人都会 就是读久了 大家都会觉得说 自己其实特别喜欢 哪个角色的时候 会沉浸在那个角色里头 如果你经常有这样的经验 其实恭喜你 你几乎就已经可以进入到 这个写小说的门了 那再来大概就是 比较复杂的 大概就是你的 整个检查自己的 这样子的写作的可能性 所以就是说 你开始要做一些小说的 先前准备了 就是什么样的故事情节 比较引人入胜 那什么样的对话 会很打动你 你开始慢慢挑出 这个部分以后 你就容易慢慢的学着它 然后开始来写小说 好 这只是在讲阅读而已 因为我碰到很多朋友问我说 凤馨你怎么准备阅读 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选择 读书的这个书目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阅读 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多读 你读的越多 其实你就会知道 你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有兴趣的是什么 而每一本书都累积 你读下一本书的功力 对 而且当一个小说家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 我观察到非常多小说家 大概就像这本小说家 提醒的一样 就是说读字也读人 对啊 就是说 最重要 你在生活里头 所以不要 不要以为宅在书房里头 就可以变成小说家 对 还是每天要出来运动 晒太阳 走路 看人 跟人对话聊天 勇于接触陌生人 然后多去接触的这个过程里头 读人 其实是最关键的 对 你在公车上也好 或者是你今天走路 然后也许你看到有一个小女生 她正好在买一杯咖啡 是 然后你听 刚好听到她在跟店员的对话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想象 这个小女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然后她的生活等等等等 她是思考什么 这就是读人 对 有的时候就是很有趣的方法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先来谈 写作钱的准备 是 嗯 我其实看这本书 我很开心的是 我很想要按照她的方法 开始看看这样子 无论如何 她里面提到说 先面对自己 可是那个面对自己 不是去面对自己伤痛的那一个 那一个疤 那一个伤口 是面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她提出了 第一个自由写作 完全自由哦 文笔好不好都不重要 因为你也不是要给别人看的 就纯粹给自己看的这样子 她提出说 你去写说 你最害怕什么事情 然后呢 你最自豪的是什么事情 你觉得你自己的优点是什么 你觉得你最耻辱的是什么事情 以及你人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就每一件事情 不规定你到底要写些什么内容 给你十分钟 你就是胡写 乱写 随便写 重点是你想到什么写什么 所以这跟文笔好不好无关 刚开始一定是先这样子 对 我觉得就是你从生活 跟你的经验里头找到小说的点子 那可是很多人大概都不以为自己生活里头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像洛义军 洛义军 洛义军前的出一本《匡超人》 大家就觉得很爆笑 就是他吃感冒药就过敏 然后结果他那个很重要的部位破掉了 他就写了一本跟这个有关的这个什么破鸡鸡超人的故事 最早只在脸书上写 然后大家这个脸友就觉得超好笑的 然后就开始一直鼓励他 最后他就发展成了一本长篇小说 所以其实应该是让人讲 就是说你从你自己情绪共鸣最有关的点开始想 所以其实你也许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倒霉 就是说好衰哦 我每天出门就会碰到很倒霉的事情 踩到狗屎 对对对对 例如说为什么我出门 然后那个所有的脚踏车都逆向要冲要来撞我 就是就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当你很衰的时候 你就把这种经常出现很衰的事情记录下来 对 我有一个学生叫曹玉博 他得了林荣三文学奖 新史奖首奖 最年轻的得主二十几岁 他就跟我讲他说 他觉得他是一个很衰的人 因为他每天出门都会遇到非常多奇怪的事情 那我就鼓励他说 你就把他记录下来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生命的反复出现的错误 然后一再出现的梦 所以你这些慢慢记录下来以后 你的角色或你生活的场景 在小说里头就会丰富 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说台湾的小说 其实一直是一个比较现代主义是挖掘内心的 他对于外界的事物 你自己生活里的叙述 其实琢磨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看外国的小说 为什么那么精彩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叙述或续写 其实真的可以参考这本书多一点 在无聊的人生 其实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点 其实是有趣的 或者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有变化性的 那你只要把它记录下来 其实都会变得非常的精彩 所以除了去面对自己 写这五个面向之后 他还规定就是说你每一天 随手带着一个笔记本 然后每天三次 你就规定自己三次 你一空下来之后 你就开始记笔记 然后把你所有想到的事情就写上去 无论是好是坏 全部就写上去 一直写 然后不规定主题 也不规定任何的这个字数啦 或什么的 只有你在这边 你就是想到什么写什么 对 这个帮助应该也很大 非常的大 其实而且大家不要先担心文笔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传统写作教育 其实是有个迷思 他好像觉得说 有很多形容词啊 很多成语 才代表一个人很会写作 所以听众先放下这件事情 可能我跟凤馨学姐 共同的老师 像张国瑜老师 你先教我们新闻写作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所有形容词拿掉 真的 只准放动词跟名词 而且动词加名词之后的结果 你会发现他的张力更大 对 因为其实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这和刚刚前一个段落讲的息息相关 我们可能写了五六年以后 才会发现这件事情是真的 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 因为叙述里头 你要描写一个人的动作 然后你要描写一个人的感受 其实最能够感动 另外的读者的 不会是形容词 一定是一个很清楚的 描写他动作的名词跟动词 所以每天写的这个部分 就记录下来你生活的三次以上的 我觉得这个回过头来说 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你如果把你人生最好的时光 我的同事刚过世 李永平教授 他经常问他的学生说 你想成为作家 你有没有把你最好的时光拿来写作 东南亚来的最棒的华文作家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请听众真的放在心里 你每天都说我想成为作家 可是我好难 可是你问你真的每天把最好的时光 放在这个写作上的时候 我认识非常多的小说家或是作家 他真的就是每天不管我们出去玩到多晚 回到这个旅馆 他一定是静下来一个时间开始进行写作 张大春老师昨天在脸书上也写 他到爱荷华的时候 他说好不容易出国了 爱荷华 对他就说 他跟念华林说我也带了高纸来 也正在写 他写什么 写聆听父亲 对 就是这样子一个旅程当中你会发现 他们的聆听父亲让我掉了好多次 没有错 没有错 就是说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是随时随地 每天必须要进行的这个工作 没有纪律就不会有好的写作 那这个大家也是鼓励所有想写作的朋友 现在开始其实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写作纪律 或者是规范你的方式 然后这样子的让故事回到你的身边 当然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等到你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 就你的五大书写 然后呢你每一天记录自己的三次 就是反正是没有任何的漫无目的的去记录之后 最后其实还要有一个检查 对 那个回头去看你写的东西开始划线 划什么呢 对你真正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对 那个意义的追求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为什么写作疗愈这件事情虚构的小说很重要 可是面对自己也很重要 可是面对自己的事情不是直接不断的回想伤痛记忆 而是把你所写的东西里头写完了之后量很重要 就量要很多很多很多 可是回头要检查什么对你有意义 对 能够引起你最多共鸣 大概这本书最重要的重点我觉得就在这里了 就是凤心提到的就是怎么做一个自我转化的工作 就是你把你先找自己的过程其实是先转化你的伤痛 然后抽离出来以后 然后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爱特伍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就说字字串联起来就是力量 你先要找到这些有力量的东西以后 然后你开始因为你不断的累积这些 笔记本书写 对书写 你就会发现你的自我觉察会开始增加 因为你开始相信自己 第一个你能写了 我觉得第二个大概就是你的自尊开始强化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自怨自爱 是因为在一个悲痛里头 我们第一个很容易自责 然后第二个就是会想抗拒他 会觉得别人对你不公平 那这样的感觉其实是会让你有一种羞耻感 你的痛苦其实的来源是来自于这里的 那这个转化的过程里头让你的自尊开始增强以后 其实他讲得非常好 你累积越多以后你就开始会微笑 因为你会觉得说我还是有成就感 所以你刚才为什么提到他花了三年的时间 最后才能面对自己 各位这是很痛苦的 我要先说你要透过这个过程走出伤痛 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可是这个痛苦这样值得 它比你吃药或是比你一直每天的自怨自爱药好的太多 我们也许不会碰到这么大的伤痛 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这个一生当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那么羞于面对自己的地方 那这些其实透过写作疗愈的方式 你知道我们比较不容易得忧郁症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呢 我们先这个预告下个礼拜呢 每周选书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电商 电子商务的电商 Zero to One 从零到一 好回到今天的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那么时报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个改写你的人生剧本 我们也欢迎news98的官方粉丝团的脸书的观众朋友们呢 可以一起直播来看 那么在我们现场的是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教授及系主任徐文蔚 徐老师 徐老师其实书写不一定让你能够成为小说家 可是可以让你转换自己的人生经验 你不断的回收自己的人生 书写回收你的人生经验 然后而且还可以把这些人生经验 转换成为对你自己很重大的意义 这是写作疗愈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可是写作我提两件事 他提到的小说写作的部分 一个只有对你有意义的点子才是好的小说点子 对你没有意义的点子都不是好的小说点子 我觉得这个话也说得很好 对因为其实有意义这件事情来讲 就是这本书的主旨 就是说写作其实就是一个练习宽恕的好机会 对自己宽恕 这是第一个宽恕 然后第二就是对于悲哀的事 伤痛的事情 他人来做宽恕 让你有机会带着智慧 在现实的智慧生活里头来去做实践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就是你写作一定会像我们刚才讲的 我遇到非常多很衰的事情化解他或怎么经过他的过程里头 一定有你的人生智慧 你把它记录下来之后 那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写一本小说 我要把一些好点子省下来以后再用 他就提醒你不要管他 就赶快先写 为什么 就我常跟我的研究生讲 你又不是这辈子只写这一本 对 你人生还非常的长 请相信你每一天写三次 你每一天都有好点子 对 你未来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事要处理 所以不要担心 把有意义的好点子 一次就把它秀出来 那你就会写出好的小说 刚提到宽恕这件事情 是我想他这里面写作提到的第二个 也是我认为其实在阅读小说的时候 最最好的一件事情 小说对人到底有没有极大的意义 宽恕就是其中 那写作可以宽恕自己之外 很重要是因为你在写小说的过程当中 好人坏人 你都必须从他的角度去思考 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小说才好看 当你连你生命中的坏人 造成你伤痛的人 你都必须从他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就进入了宽恕 对你生命当中所有作恶的人了 是对 我觉得就好像说我们和 我记得我跟我的孩子 他当时很小的时候一起看电视的时候 然后我看电影的时候 他都很爱询问说 爸爸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好像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二分法 然后就让他很清楚的知道角色对立以后 他就可以很放心的去看这个故事 可是我们经常看日剧 或是经常看一些西方的戏剧 常常看完以后很震撼的是 整部戏里头没有一个坏人 对 对 造成了大悲剧 造成一个大悲剧 就真正伟大的小说 经常不是用这种非常简单的二元对立 去打造出来的 那我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思考说 为什么这样子什么样的社会去培养出这样的作家 拥有这么大的宽恕的能量 而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的戏剧里头 或者小说故事里头 就坏人坏到一塌糊涂 对对 脸上 而且没有毫无理由的坏这样子 对 脸上一定要写的坏人两个字 我们才能够看得下去 那这个就代表说 读者要加油 然后作者更要加油 就是说你你怀抱的这样的观察 就脱离这样子一个简单二元对立方式 去写作的时候 去观察的时候 我觉得用着这样一个宽恕的心情 其实才是找到好故事 真正的真谛 而且你宽恕了别人 其实才真是宽恕自己的开始 绝对是绝对是 那最后其实要提到的是 这也是徐文卫徐老师 他特别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位作者 你看他这么大的一个伤痛 他今天可以解剖出来 其实他特别建议说 一定要参加写作阅读班 因为用团体的力量 才更有力量 个人单打独斗 有的时候真的会走火入魔 对我们其实可以在 人类的写作历史上 找到太多单打独斗 然后非常好的作家 其实最后非常悲惨的故事 我想最近其实也有例子 大家其实就知道的 例如说林以涵 然后张爱玲的晚年 我们熟悉张爱玲 我最近因为也跟 像庄信正教授 他跟张爱玲非常好 他就说非常的孤单 非常非常孤单 然后或者说 像大陆有名的诗人 顾成孩子 大概都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所以就说 大概就 这也是这本书 我特别要提醒听众 或者是粉丝页的朋友们 就是不要说 所以这个奉心啊 或者是薛老师 像我们要开始写作 就拼命写 躲起来一直写 越写越痛苦 也不和别人去资商 或是去对话 那这本书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就是说 其实写作是需要 和他人对话的 那我就像我们自己 在办这个创作组 我们是台湾 应该是最早一个 写作给 硕士学位的一个研究所 就会发现 非常多的研究生 一起来这边的时候 定期有meeting 定期有对话 然后相互的 去看对方的作品 其实你就可以发现 因为写作 还是一个社会行动 写作不是像传统的 只写给老师看的 只写给文学奖的评审看的 写作绝对会是一个 跟社会沟通的 最终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你要有 让所有的读者 能够接受你 所以那如果你先前 有一些很厉害的高手 先跟你一起阅读 跟你写作 你就容易找到更好的读者 来接受你的作品 不过薛老师 这个有两个面向 一个面向是说 我参加了写作班之后 大家彼此看彼此的作品 可能提出一些建议 然后我也从别人的写作当中 可能了解 别人也碰到一些 什么样的困境 这是在写作技巧的部分 是 可是不只是如此 对不对 人际关系 对 就是说 我们经常在资商里头提到说 你有没有一个足够的支持团体 有时候我们讲 我们的支持团体 也许是父母亲家族 有时候是同学 那当然你在写作的时候 很容易陷入孤独 因为没有人理解你 尤其像 我觉得在台湾 特别是这样子 因为我从小跟你讲 我说 我想问我说 你想做什么 我说想当诗人的时候 大家都会嘲笑我 就是说 好好笑 你想当诗人 你从小 对 就很想成为一个作家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天命 真的也做到了 但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很难找到 一个支持的群体 所以这里头的提醒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尤其台湾现在也越来越多 有很多的写作班出现 或者有很多写作的 营队出现 那其实都不会 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或经费 其实就去参与他 那这个人际关系的建立 其实非常的有趣 你可以找到一个 对应的支持团体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写作 要这样子的 慢慢的撑起来 所以就像最近很有名的 一群小说家 就像洛宜君 他们的主持人字母会 也是啊 我觉得一群非常孤独的人 他们现在相信自己 可以创造一些不一样的 写作的美学或生态 所以我真的觉得 人际关系其实也很重要 对 而这里面的人际关系 可以帮助你在面对自己 跟他人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互相做一个对照 那个对照会帮助大家很多 非常谢谢大家 然后感谢你的人生剧本 其实经由这些方法之后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谢谢 不会 尊敬 订